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用一些過時的方法投資大灣區嗎? 跟我過來V家物業聯展中心吧! V家物業聯展中心 獨家開放海外房產投資APP 讓你在香港都能夠全面了解海外項目資料 客戶到站即能查看海外數百個項目資料 V家物業聯展中心 作為全港唯一365日永不落幕的 海外房地產聯展物業中心 他們總部位於禮之角 面積有4000尺大 除了有內房物業順盤推薦 還專門設立演講室 每個週末都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道場分享 其中以內地、海外房地產投資分享為主 不少參加者聽完分享後都獲益良多 都紛紛參與內房投資 所謂先求資再投資 透過V家物業聯展中心 可以打破內地和香港兩地的信息交流壁壘 V家物業聯展中心 現在在香港荔枝角 荃灣、屯門、元朗、上水、觀塘 設立門市 立志真正方便到香港投資者 可以第一手收獲海外投資信息 大家好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海外部王子 我都不知道究竟應該是馬拉王子 還是泰國王子 因為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馬來西亞的物業投資 之前我們也有推介過一些馬來西亞的物業 給我們的觀眾 反應亦非常不錯 雖然在之前的時候 有些關於MM2H 令到大家對馬來西亞的物業投資有些冷卻 我相信這方面 馬來西亞已經放寬一些資訊 讓大家知道究竟怎樣可以申請MM2H 我相信大家是時候又再溫暖馬來西亞的物業投資資訊 知道更多的資料 大家可以買一個深邃的物業 今天想說些甚麼 就是馬來西亞為何我們之前一直都極力推介 如果大家有看過的話 我們和沈博士都有去馬來西亞拍過片 當時很推介的其中原因是甚麼 因為在這個疫情關係 就是馬來西亞整個亞洲區處理疫情 其中一個處理得非常好的地方 其中一個原因是甚麼 有很多的統計都告訴我們 特別在疫情的時候 香港人考慮去移民 其中一個因素已經不再是物業市場 那麼簡單 而是關於醫療 而馬來西亞又說泰國 馬來西亞他們在醫療系統方面 整個亞洲區真的數一數二 很多的特別是中東那邊的那些王子 聽說他們經常都會去馬來西亞那邊 去看檢查 那原因是甚麼 他們除了服務非常優質 儀器也是非常先進之外 價錢也非常值得 我記得那時沈博士去過一次 去他們的Prince Court醫院 想做一個體驗 諮詢的價錢 相等於香港的四分之一價錢 大概兩萬多港幣 兩萬多港幣 已經做了整個身體檢查 而且很快出了報告 在很多的統計 在國際上的研究 統計都說 馬來西亞的醫療分數是非常之高 所以這也是大家為甚麼 一直都對馬來西亞的物業投資 或者生活是這麼有興趣的原因 另外就是關於退休 如果大家知道馬來西亞其實是全球 最適宜移居和退休排第五位的國家 為甚麼呢 第一 大家知道馬來西亞本身 這個地方是沒有甚麼天災的 即是那些甚麼地震 或者打大風那些 基本上都沒有關係 影響不到它 所以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全年的氣候都很宜人 大概都是二十多三十度左右 下午就熱些 三十度左右 但平均都是二十多度左右 很舒服 亦都很空曠的地方 其中一個 大家可以考慮馬來西亞 就是因為它本身在 很多的法制 很多各方面都很健全 如果投資馬來西亞 離不開 有三個地方 他們的首富 吉隆坡 然後大家很喜歡 檳城 亦都我們之前推介過的項目 就是檳城 另外就是馬六甲 馬六甲 我們都有項目 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都可以 諮詢問我們 拿資料包 先說一下首都吉隆坡 吉隆坡 吉隆坡是他們的首都 亦都是他們整個經濟發展的重鎮 特別在這幾年 馬來西亞已經把吉隆坡定位為 一個亞洲金融中心 想在裡面 建設多些關於金融方面的服務 他將來有一座的全亞洲最高的建築物 他會快樂成 亦都是會做一些金融 很多金融總部已經搬了過去 另外 吉隆坡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很喜歡 為甚麼 TVB每年都會在那裏 有些獎項頒 其中 為甚麼 原來馬來西亞人 都是看我們TVB大 即是說很多 如果是老人家 就算過到去都不需要擔心 究竟我們的言語 是否能夠溝通得到 廣東話在當地 絕對是成行得到的 經濟體系 經濟方面 它那邊的發展也很好 很多的跨國企業 已經在當地 設立了他們的總部 或者一些亞洲區的總部 包括Potential 已經在當地設立了總部 另外 大家都會知道 馬來西亞其實跟我們香港 以前很相似 都是英聯邦制度管治的一個國家 所以 即是說 大家在當地 亦都可以享受 和香港差不多的法律服務 和經濟條件都差不多 亦都很舒服 好了 多說一點 馬來西亞 將來整個經濟 有什麼大的項目去發展 就是 他們有一個叫做 大吉隆坡計劃 這個大吉隆坡計劃 這個大吉隆坡計劃 主要是 將它建設成為一個 亞洲區的金融中心 亦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基礎建設 包括 就是它有一個龍身鐵路 即是 由吉隆坡到新加坡的一個高鐵項目 那裡很快便會落成 亦都在拍板開工 大部分的馬來西亞 吉隆坡 他們主要會在KLCC 接著會在Empalm 這幾個地方 或者Montcara 這幾個地方 大家如果買樓的話 其實基本上 都是在這幾個地區選擇 最適合的 因為其他地方 可能沒有那麼多華人居住 或者是比較多一些 其他可能印巴籍的人 會在這幾個居住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們 究竟在吉隆坡 我們有什麼地區的選擇 Empalm KLCC 這些都是一些 非常之不俗的區域 好 今天我們想推介 一個樓盤 之前我們也有去介紹過 為何今次我們又再介紹 這個樓盤就叫LeVille 我們經常叫他做 性價比之選 他的位置 就很優越 首先少少基本資料介紹 他就是一個 永久業權的一個地方 他樓下 就已經有一個 很大型的吉之島 超市 我們經常都會形容 我和沈博士都會形容 這個地方 像香港區的黃埔 有地鐵 有吉之島 買東西吃東西很方便 而且這個地方 一個站 就去到Ikea 兩個站 就去到他們 有一個金融中心區 叫TRX 三個站 就去到 Pavinian 這個市中心的 一個超級大商場 即是說 其實跟香港黃埔區很相似 都是一個站 就落到尖沙咀 幾個站就落到旺角 一樣是很方便的地區 而且 我們經常都說 為何他叫性價比之選 很多明星買的 Gimimi Gimimi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 馬來西亞的國寶 李宗偉先生 當發展商都已經送了一個單位給他 這個就是他在這個區域上面 他的一個建設 你會看到 其實他離市中心 不是一個很遠的時間 剛才都說 他已經有地鐵站 其實他三個站 已經去到市中心 但他相比起 就算是兩個站之外的TRX 現在有很多廣告都在賣 TRX有TRX resident 然後市中心那邊 亦有很多明星級的本 他相比起價錢 真的大約是其他盤的五分一價錢 所以你想想 只是過兩個站 或過三個站 你就已經享盡便利 而且價錢上面 亦都非常之優惠 而且本身的區域 亦都發展得很成熟 大家都會看到 在我們的樓盤 Viu這個樓盤 對面岸 本身已經有另一個大商場 所以其他一些購物 飲飲食食 或者一些生活配套 在絕佳的一個位置 剛才說過 交通很方便 想買傢俱的 一個站 就去到整個吉隆坡最大的IKEA 接著兩個站 就去到TRX 三個站 就去到Pukipindan 第四個站 就去到KLCC 他們最大的市中心 周邊配套很方便 樓下已經是伊昂超市 我們真的試過 從樓盤走到伊昂超市 基本上三分鐘 這件事一定能走到 我們都去看過 它現在已經平了頂 休閒設施 整個樓盤配套很充足 泳池 一些無邊製泳池 休息室 健身房 絕對已經有盡有 大家去看看設計 也挺漂亮的 我們去過現場 看過的 他們現在有一些兩房 750呎的單位 銀碼大概是93萬左右 另外 有三房的單位 800多呎 就是110萬馬幣 我想跟大家說 當然這不是最新的 因為現在馬幣對港幣 最新來說已經跌了一點 以前我們年初還在說 一對二 你用這個大概是乘二 你就知道 如果110萬馬幣 大概是220萬港幣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因為匯率低了 所以很划算 為何我特別去今次又再提一提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這個樓盤是有三座的 A B C三座 之前開售我們一直都在買 就是A B兩座 C座 我收到最新的資訊 應該是全香港最新的資訊 就是下個星期會開賣C座 而C座是會加價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在現在這個疫情之下 買一個低水位 而且性價比非常高的樓盤 就盡快去找我們 我們幫你維持單位 好了 你可以看到 它在裡面交流 它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裝修 所謂的基本裝修 包括有什麼呢 廚房、廁所、天花、牆身 牆身就是雨膠漆 地下有磚的 好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了解一下這個流盤 現在究竟有什麼 可以選擇的優質單位 最低的單位 你可以立即找我 522513.2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C座 究竟可不可以 就是預早去落了臭 也可以在10月3日 10月3日下個 這個星期六 就來我們荔枝角展廳 我們就會有一個 吉隆坡的物業投資講座 大家可以上來得到多些資訊 了解多些吉隆坡的物業 希望在星期六見到你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盡快打給我 hold這個位置 和了解究竟這個判是什麼 好 星期六見你 拜拜 好 好 可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